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有兩宗跟中國有關的國際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關於緬甸的軍事政變 在前幾天 當地有數十個華人組織發表了一份聲明 這份聲明的內容就是要譴責中國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想當地民眾遷路於自己 於是就發表了這一份聲明 去割蓆自保 第二宗消息就是關於 有一家中資的香港企業 竟然說要去到巴布亞新基內亞 一個叫達魯島的地方 建立一個新的城市 達魯島有什麼駕駛堂 原來他最厲害之處 就是距離澳洲 只不過是50公里遠 有英國的媒體就指出 原來澳洲當局就懷疑 到底建立這個新的城市 是不是為了建立一個秘密的海軍基地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看一下第一宗消息 就是緬甸華人那個最新的情況 根據德國之聲的報導所說 就說在聯合國安理會裡面 英國就曾經提出過一個初步的草案 內容就是要譴責緬甸的軍事政變 呼籲緬甸軍方要尊重法治和人權 以及立即釋放所有被拘捕的政治人物 但是 由於中國和俄羅斯派駐聯合國的代表 提出了異議 於是按理會的這份聯合聲明 終於就是搞不定 所以就沒有發佈出來 好壞不壞 這宗消息 很快就在緬甸的民眾之間 廣泛地傳開了 就引起了緬甸民眾的 激烈反彈 在緬甸的社交媒體上 現在又恢復那個網絡 又繼續來到了 就出現了很多批評大陸政府的鐵文 並且就很快地演變了 針對 那些緬甸華人的謾罵和攻擊 好了 這就是其中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 就是中國本身的態度 都是相當曖昧的 中國也沒有去譴責緬甸的軍事政變 當然拜登有叫中國 做中國當然不理會 基於雙重的因素跌加下 就搞到 現在的緬甸華人 陷入了一個巨大的恐慌之中 到底當地的華人 採取了一種什麼的應對辦法 有數十個緬甸華人組織 曾經以全緬甸華人的名義 發表了一份聲明 他們宣稱 是會站在公平和正義的一方 和緬甸人民一起生死與共 而且他們還指出了 中國官方的做法 可能會激起緬甸的排華浪潮 他們還強調 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 因為 大陸輸出革命 支持緬甸共產黨 曾經導致出現了大規模的排華事件 導致很多華人遇害 故此 現在這一群 緬甸華人組織 就說要譴責大陸政府 默許緬甸軍方政變行為 並且要支持國務資政昂山素姬 以及民選總統溫敏 事實上 這群緬甸華人有個陰影 就不奇怪 因為很多都是老華僑 其實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出現了這個排華浪潮以後 有很多當地華人都已經是遷居到世界各地 去了美國的又有 去了台北的 還有 有幾萬人 就是緬甸的華僑 現在他們可能覺得 看到勢頭不對勞 所以就是要 要趕快發表這篇聲明 其實目的 都是為了割蓆自保 但求緬甸民眾對於大陸的路火 不要遷路於這群緬甸華人的身上 所以他們 剩餘的選擇其實不多 唯有發這些聲明 唯有期望 當地的華人能夠逢空化吉 不要成為這次緬甸軍方的政變事件 底下的待罪高揚 事實上這群華人都是無辜的 他們又不是 敲鑼打鼓地說要支持軍方政變 甚至乎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是支持昂山素姬的 很多都是支持民主的 只不過由於他們的 血統 是屬於華裔 於是往往就會遭到針對 一搞到這些民族情緒上頭的時候 到最後 那個結果都是非理性的 一非理性的時候 所發生的事件就是會很慘烈 在上世紀 就已經發生過很多 尤其是在東南亞國家 所以希望這群華人就能夠 做到他們的效果 就叫做自保 接著就講下 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 巴布亞新基內亞 這個國家其實就是在 澳洲上 跟澳洲很近距離 有些地方是 根據澳洲廣播公司的報導所說 就說他們得識到 有一家叫做 WYW控股公司的中資企業 其實是在香港註冊的 就準備要在巴布亞新基內亞的達魯島 建立一個新的城市 叫做新達魯市 佔地大約是100平方公里 將會涵蓋到 住宅 工業 商業 海港 和度假用地 這個計劃 將會耗資 390億澳元 差不多1000億港幣 超過了 你說在 達魯島建立一個新達魯市 是為甚麼 其實 這個位置根本上就是 地處一個非常偏遠 和荒蕪的地點 去到一個山卡 沒有雷公那麼遠的地方 說要耗資那麼多錢 搞一個新的城市 難免會使澳洲方面有所猜疑 原來這個地方 叫做所謂新達魯市 距離澳洲的塞巴伊島 僅僅是50公里 而距離澳洲大陸 更加不到200公里 距離澳洲的地點 近到不得之了 而這個新達魯市 為處的達魯島 原來 總人口 只不過是大約 兩萬人 你在那裏搞那麼多 重金打造一個新城市 這一家的 WYW控股公司 透露 說他們已經跟 巴布亞新基內亞的 西部省代表 作出了初步討論 他們很榮幸 可以跟巴薩政府 合作推動基礎建設 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 據了解 原來這個發展計劃 將會採用所謂BOT的模式 即是說 興建了之後 營運 就會在一定期限之內 是隸屬於這家公司的 即是根本上 跟租借的地方 沒有什麼分別 你建好之後 可以繼續運營 一段時間 搞得 就像租界那樣 就這件事來講 巴布亞新基內亞總理 馬拉普 透過發言人 宣稱 說他對於這件事件 是一無所知 但是 他就不會阻止 任何的外國投資者 去到巴布亞新基內亞進行投資 但是條件 就是必須要遵守 當地的法律 並且 要造福巴薩的居民 即是說 巴薩總理就是 持一種開放的態度 起碼他沒有否定 至於當地的國家規劃部長 派塔也說到 說政府方面 未收到開發商的計劃書 他們也強調 無意在西部省 興建任何的商業區 或者是工業區 澳洲內政部長 杜登就表態 說我們澳洲和巴薩的關係很密切 所以我們會好好地討論一下 究竟是否會有這個計劃出現 並且要密切研究有關於主權和土地權益的問題 澳洲方面當然就是不想你去建 你掌握著那個煙喉要道 英國的《每日郵報》也說 澳洲 是很擔心 中國將會在這個所謂的新達魯市 建設一個全新的海軍基地 藉此來封鎖澳洲 或者是阻止澳洲的 貨物航運 而澳洲有一個智庫 也提出了警告 大陸政府和企業 經常都會先接觸一些地方政府 因為 地方政府的國家安全意識 就會教中央政府為之薄養 以搶先推動一些基建計劃 到底現在這個新達魯市的建設 是不是正如澳洲智庫所說的一樣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其實澳洲有相關的擔心 也是很正常的 在去年的11月 巴辛政府 和一家來自福建的漁業公司 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 裏面提到 說這家中資企業 將會根據一帶一路的倡議 蓄資兩億元的澳子 在達魯島建設一個 綜合多功能漁業工業園 當時就已經引發到澳洲政府的關注 一來就是對於國家安全的層面 二來就是一聽到你那些漁業公司走過來 人家就很擔心 到底那些海洋資源 會不會是又再一次被刮乾刮淨呢 因為逢見到那些大陸漁船來 大家都是覺得沒有好東西出的 每個人都不想你來的 因為你一來到的時候 那些這樣的 海洋資源 很快就會枯竭 所以一聽到漁業發展 不要說澳洲 就算是其他國家都會關注 而且人家也會擔心 你在達魯島搞什麼工業園 會不會叫做上德藏尼的牽癖 搞一下又多一飯 搞一下又多一飯 搞一下又變了什麼 海軍基地 人家有這個擔心很正常 因為距離澳洲太近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